漠然地墙台所夹大的豪沛雨亮下 重創了盐品香红叶村 目前村庄仍有一半以上遭到土石流掩埋 经过沟通 盐品香公所决定对外展开募资募款活动 目的就是想让受灾的村民们 除了在生活起居上能够有安全无语的感受外 也会加以利用善款 尽快的让灾民都能够返回部落重建家园 在这边首先要谢谢我们社会大众 对这一次我们红叶 1020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土石流的清洗 各位给我们的关怀跟支持 所以在这边首先跟各位表示协议 因为我本身也是灾民 所以我代表我们灾民向各位谢谢 也代表我们香公所对各方表示协议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戒指手的这个 这个肯清宿舍 肯清宿舍呢 我们设立了一个收容中心 那我们收容中心是从16号下午开始进驻 一直到现在也已经差不多快五天的时间 那我们目前物资的部分 就是一般的生活日常用品的吃的东西 吃食物 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是一直觉得说 我们一直需要这些东西 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知道还不明确说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家里 那如果我们今天说 我们物资已经过了 但是呢 结果我们要回家的路 还有一段时间的话 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些断粮 因为我们现在都没办法自己去吹这个东西 那所以我们在物质上面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 炎炎不断的来协助我们 来支持我们 但是在衣物的部分 我们想说因为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人的这个身材 并不是一样 所以可能你的衣物如果说 弄进来之后呢 虽然我们不季节 但是呢一弄进来以后 搞不好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 没有办法使用 还有鞋子的部分 所以在吃的部分 那我想这个我们是希望 大家能够炎炎不断的进来 所以我们只要募款进来了之后 那我们入了账以后 我们就会马上开立发票 说给你 但是很抱歉因为 这次针对救助善款 有着相当完整的对外说明 以及开设专户 并且会开立发票给捐款人 积极想发挥爱心 帮助灾民的民众们 除了现场已而满的 民生必须用品外 也可自行拨打 专线询问 目前缺乏的物资情形 相公所也将做 更详细的讯息传递 务必让这次的救灾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东台新闻 高志远 严平湘 采访报导